他来了他来了,他接到稿子,就来了,大家好,我是翔子。 而胡仁队也确实出手不凡,在对待球队的两位当家球星的时候,胡仁记出了大手笔,无论是5年1.9亿续约农美哥,还是以两年8500万的创纪录价格提前续约詹姆斯,都能看出来紫金军团对于未来数年称霸联盟的勃勃野心,毕竟过去的一个赛季证明了在比赛的最后时刻,相比于战术板上苍白的字眼, 将皮球送到巨星手中,才是赢得胜利的最稳妥方式。与之相反的是,在上赛季未能笑到最后的诸多球队,在这个特殊期间的主旋律,却是球变。 面对未能完成的目标,也面对着未免冠军的整装待发,如果不能及时地补强短板,那么之前的失败,很有可能会在未来的一个赛季重演。 对于上赛季,一度打进总决赛,却在湖人队面前,杀雨而归的迈阿密热祸,来说尤为如此。 热祸队在上赛季,能一路杀出东部打进总决赛,其实是出乎很多人预料的。 毕竟相比于热祸,星科MVP自姆哥所领衔的熊鹿队,才是更被看好的一支球队。 哪怕是凯尔特人,以及猛龙都比相对平民化的热祸显得,更加有冠军气质。 然而相比于,打进总决赛,热祸最大的财富,其实还是那个队内最为强硬的男人,吉米巴特勒。 也许新赛季,有各种各样的千头万绪,但唯一能明确的,就是迈阿密热祸队,就是一支以吉米巴特勒,为核心的球队。 一方面,巴特勒的能力,确实让人无话可说。 总决赛两次上演三双表演的他,使得对方阵中,同样以全能而闻名天下的詹姆斯,一度左右之处。 在纸面实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之下,拼得了两场总决赛的胜利。 整个季后赛下来,场均22.2分,6.5个篮板,和6次助攻的全面表现,也使巴特勒无愧于,大场面先生之名。 另一方面,巴特勒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意志,也使得他无愧于成为,这支球队的灵魂图腾。 而这一点对于球队,甚至比他在球场上所打出豪华数据,还要可贵。 总决赛首场比赛热祸,就连续折损了,德拉基奇和阿德巴,约两元大奖。 正是巴特勒,这位硬汉,所带来了精神上的支持和动力。 热祸才能,和强大的胡人队,战斗到最后。 所以巴特勒,成为下赛季热祸的灵魂,是毋庸置疑的。 同样的,热祸阵中围绕着,巴特勒同样是一群精神品质,过硬的优质角色球员。 无论是上赛季中期来投校的前,FMVP,伊哥达拉,还是已经成长为,全明星的年轻中锋,阿德巴约,都在气势上和这支打不死的热祸队,无缝对接。 再加上队内,最为冷静的大脑,控卫德拉技棋,新赛季热祸队的股价依旧。 除了气质上的强硬,热祸上赛季,最为得意的作品,就是发掘了邓肯罗宾逊和泰勒西罗,两大三分神射手。 特别是邓肯罗宾逊,这位曾经失忆于选秀大会的大零星秀,终于在自己26岁的时候,找寻到了自己的价值。 常规赛中罗宾逊,以44.6%的超高命中率投进270个三分球,这使得他声明确起,即使是到了季后赛级别的防守中,他依旧能将自己的远射准头,维持在四成上下。 正是因为有了这等神射手在外线的强大牵制力,才使得巴特勒和阿德巴约等人能放心地在对手内线造成杀伤,经过总决赛地域级别的翠裂和休赛期的自我提升训练。 我们有理由相信热祸队的外线射手群只会更加可怕,对于罗宾逊和西罗,他们的状态大可不必担心,但由于他们在季后赛的舞台上打出了名堂, 这自不免使得热祸队的钱袋,在未来两个赛季承受着不小的压力。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罗和罗宾逊之所以显得超值,一方面自然是在于他们在球场上所做出的贡献, 而另一方面则是两人廉价的合同可以为热祸队带来更多的在转会市场上的操作空间。 要知道,上赛季西罗的工资为364万美元,而邓肯罗宾逊更是只有区区的140万。 这份同工合同在下,赛季即将到期,如果还寄希望于,两人依旧能够打出此前的优质表现。 那么热祸队要付出的美金是绝对少不了的。 And,他走了他走了。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